咱们就讲这个自在 你说咱们这几个人谁自在 我觉得马爷也挺自在 亚东也挺自在 拿这个相机对吧 想往欧洲跑就往欧洲跑 但是呢 由于我自己感觉啊 就说这个自在是吧 我要自在呢 往往别人就容易不自在 但是我发现这个周迅呢 是他自在吧 大家还都挺喜欢看他这么自在 这是效果怎么弄的 对了 马爷也给姐姐 为什么呢 现在问题是你个人的自在 有时候没那么容易 你还得照顾周圈的环境 你看刚才还没录之前 他要照顾 比如他助理的感受 对吧 你助理来了帮你干什么 他得有一个呼应 所以我们今天 在这个社会中的自在 都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老觉得有点假象 就是你看着他自在 你看着他自在 我看着亚东特自在 亚东没准看着我 比他还自在呢 对不对 就这个态度 你说我自在吗 我有时候不自在 昨晚上下飞机 已经十二点多了 光他们在机场 就折腾一个多钟头 才领着行李出来 我当然说 我这一多钟头 我都快飞回上海 我从上海过来 十二点十分落地 一点半 我才从机场走出来 是吧 你说你自在不自在 旁边还有人跟着 说有人跟你拎着 你自个空着手往外走 你好像挺自在 其实没那么自在 受社会条件制约 亚东呢 你觉得妨碍你自在的 现在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所有事都 让我不自在 比如说 我觉得一切跟人打交道的 都不太自在 就是我个人来说 就是我忘记我自己的时候 就是自在的 比如说我练鼓了 或者去冲那个胶片了 就这个时间我都觉得是 因为我忘记我自己存在 我只是去学习一个东西 什么的 打游戏机都不行 因为打游戏机 只要是有输赢的就不行 输了就不行 对就特别累 你还是会觉得累 你只要是比赛就不行 你没办法调整那个心态 所以我就是 你不是说刚才你跑步吗 对 你是看片子吗 对 我现在练鼓的时候 会看那个视频 就是反正我的身体在练习 但是我眼睛在看另外一个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里就觉得自己不存在了 还挺开心的 但是不能无时不刻都这样 只能说每天大概留那么一点时间 是给自己 那小萱你真自在吗 你说我不受限 我肯定也受限 我的工作环境啊 我的工作的有什么角色啊 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是受限的 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 在有限范围之内 自己向往的那个 就是生活状态啊 或者是你演戏的自由度啊 就是那种自在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大家在一起 是非常放松的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 是很诚实的 你想说什么就是什么 也没有说我要就抓你的画柄 或者是什么 那种人和人的那种 那种那种相处 对 而且我觉得我朋友也不是那么多 那我在我的朋友面前 我就是挺自在的 他的这个自在 你看他最近出本书 《自在人间》啊 我就看他身边人给他照的照片啊 我发现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你啊 比较接近我对他的印象的 是这个 我经常见到小训 他就是他就是这样 他随便啊 拿个沙发 就能跟旁边这个团队的就玩起来 跟身边朋友在谁家 其实有点像当年 在谁家地板上一坐 拿个那个纸杯子 就就就就就就喝起来 这特别接近 对对对 我平常就是百分之 就是不工作的时候 基本都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就说还有一个照片是这个 就这个 你说他什么时候自在 要叫我说 他在缝隙里的时候自在 他这是什么缝隙呢 就是那个现在拍片子的那个车 是吧 一边是剧组 一边是每天晚上在剧组里的这个生活 就这个两者之间 好像我有时候真觉得 当然你是个也是女孩子 我这个更多的咱不了解 我真的觉得看周迅 我又觉得他没家呀 真的 我每次看到他就跟身边几个朋友 怎么玩 哎呦玩的那叫真自在 这个时候是你特别的开心的 还是说你这么做出来 为了让大家开心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 我觉得我刚开始小时候的时候 比如说其实我是一个挺害羞的人 但我小时候会有一种 就是到了人群里边 我就想让大家开心 但是呢 我真的会有比较好玩的那一面 就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表现出来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故意而为的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就是会形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呈现 那比如说我跟人接触 我都是喜欢 我就全打开了 我就这样 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也没有瞒你 我也没有要干嘛你 有些人呢 你还真的就是 他行 你就不行 你马爷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有些人 大家就喜欢看他行 是 一般来说呢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 女性相对都比较封闭 真的在男性社会里 我们今天 我这么一说男性社会 肯定会有人骂我 我们现在说男性社会 是全球的一个文化特征 就你文明行 到这会儿 它就是个男性社会 慢慢会向女性社会过渡 过渡到那会儿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比较自在 我怎么觉得 我跟这个小训 在朋友圈里 好像男性社会 对他来说不存在似的 对 对 那我现在说的 就是这个问题 我可能 不是我可能 就是我对这个没有一个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 读的书也不多 对 然后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限制 或者是是一个 我知道这是一个男权社会 或者是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会比较干嘛的 就是我不知道 问题是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的相处 其实我没有分你是男人 或者是我是女人 就是从可能从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去分这个 你不分可以 但男性不能不分 我们翻过来说 如果他跑一堆女的跟前 他把他自个打开了 批刹 打开 你把你打开 你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 这些女的背后说 文涛 这人不能再招他 说他这没大没小的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当你陷入一个 女性包围当中的时候呢 你就不由自主的变得比较矜持 你比平时矜持 这就是把自己稍微观拢一点 这社会文化现象很正常 但是你看马爷 你说这个话 我就想起来这个《红楼梦》里 这《红楼梦》有一段话 就是说呀 我忘了是谁说的了 好像贾雨村跟人说 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 这种人呢 就是说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 我估计也可以叫一种邪气 就是你不能用一般的善恶 或者说男权女权去框他 你比如说他讲的 他举几个例子 他说你比如说是李后主这种 或者说是宋徽宗 像这样的一种人 你也很难说他是正还是邪 但是好像人群当中 总有这么一些少数人 这算不算是一种性格魅力啊 我觉得亚东就挺有性格魅力 也不是像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 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跟他职业有关呢 比如说我是表演的 所以他我觉得他打开自己是必须的吧 如果你不能 你这要在看什么地方吧 哦 明白 对 那如果说像比如我可能演戏就 我没法演 如果你让我演一个东西 你那还演过一个 我是演过一个 对 演了一个 小短片 我客串了一个小的很小的 客串了很严 客串了客串了客串了 对 但是就不太会演 你不要给我什么 所有像我这种 我们的性格就不行 就有的人是打不开自己 比如说 比如我现在 此刻我只能发挥自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我必须要完全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打开自己 那可能就跟职业有关 比如说我编曲可能自己熬一夜或者熬一个月 都是自我的那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你就不可能 无论工作也好 还是平时 你身边的人肯定很多 你能在众人之中打开 那也是得看 就比如说我前阵子有个朋友 他让我说去身临其境 我说我不行啊 我说我只能 我说我在现场 我只能在现场才能这样 你让我换个地儿 我可能就不行了 就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环境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那么说 我就说这个职业的分别也是有关的 因为我从小拍戏 其实就是每个戏都是一组一组一组的人 就是你要在这个剧组里面去接触很多人 那在接触很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父亲给我的东西也有关系 就是他也是让就是说让就是说 希望大家都是很平和的 就是很融洽的 就是在就是在一块去度过一段时间的 就包括从小他就跟我们说叫什么 家和万事兴啊 家和万事兴啊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观念 你累吗 我不累 你知道我很想知道你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看你像我也是有这个社交恐惧 就不太像是吧 但是呢 是 我能理解他 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朋友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呢 要是有个像马爷这样的 能让大家开心 我就歇着了 但要是没有个马爷这样的 我也是觉得 我得耍耍宝 让大家开心 我也会 但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啊 好像主持节目 就是真的 就是说众人散去 我自己的家里还是郁闷 你呢 我们都走了 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倒不郁闷 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 因为我也不去接触太多陌生人 对 然后我能接触的 其实都是我相处很长时间的朋友 对 所以就几乎郁闷这件事是没有 但是比如说平常我 我一个人我要是不拍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无聊 对 因为比如说我看电影也好 看剧也好 看什么也好 这总有不想看的时候 那我又不是一个好读书的人 但是呢 我家买很多书 很多书 我坐在沙发旁边全是书 看着他们就高兴 对 看着我就觉得我读了 大部分读书人都是这样的 书不是都读的 书越多的人读的就相对越少 是吗 那当然不是 那好 我们家书家书多了 那不可能都读 书是一部分是精神支柱 另外还有的时候呢 你会突然觉得这本书有用的时候 你会抽一来看看 读书有很多种 有精读和粗读 还有就是打开就算读了 翻开看两页 绝没进 也算读了 我问你 你比如说你演这个林徽因 你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人物 会不会就是有这么一些女性啊 好像就是自带向心力 你比如说王菲也有点这个 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帮朋友 就是愿意被他所吸引 或者是甚至于你看他这个书里还写 我注意到有段话写的挺有意思 就是在你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往往都是些严肃 精明 甚至是比较理性的人 但是好像他们都愿意呢 就保护他 就是你再怎么胡天胡地 对吧 周围这群朋友好像就很自觉的 他是不是长相很有欺骗性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简单 对 他对我同意 就是你欺骗不了头人 现在全人精 而且现在刚才他讲啊 就是这个大部分人 现在都愿意跟比较熟的人 就有相当长一段认知以后 才愿意在一起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说话不自在 你认为你说话自在吗 你不自在 尤其一有生人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而且有些经过假装啊 是随意说的 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 说出来的话吧 一旦被记录下来 咱们现在最可怕的是记录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话就记录了 可能一百年 人家都能倒出来 听你刚才说什么了 那么这个被记录下来的话呢 它是在特定环境中说的 如果他把 现在有个东西叫剪辑 很可怕 我最近就老被剪辑 就是我不做那脱口秀吗 一般都是一个钟头 播出去了 都几年前的事 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把那个 我那个话说出来以后呢 他给你有高手 给你怎么 修一修 给你剪 把那一小时剪成五分钟以后呢 你扔上去 好像是我对这件事的发音 对了 完全不是 那以后说话就得特谨慎了 你得考虑你说完话 以后发生了事情 那这个话就没法说 所以现在一有生人 尤其现在我最怕的是 人拿个手机对着我 对着我 我顿时就不能说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句话会安在哪 安在一个根本就不相关的事情上 所以甚至我觉得我们朋友都有闹那个神经病的了 就是说呢 他觉得他要说什么 其实我说您没那么重要吧 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个事啊 手机能不能先放厨房里 他其实有点神经质了 谁窃听你啊 但是他会觉得有这么个东西在这 不安全 就会被记录 其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知道这个我都碰见好几回了 你知道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人是会变的 但是呢 证据不变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网上的这种标题党 他为什么特坑人就坑在这了 好比说20年前我们做的节目 那是那个时候的环境 那个时候的因果 对吧 好夸插给你拿下来 然后说近日他对什么什么问题发表了这个看法 你看他现在说的 哎 这事你防 你防得了吗 防不住 防不住 就所以我觉得过去像有些这个知识分子哈 比较喜欢就整人的 就往往收集证据 收集你20年前 说亚东你看20年前 他亲口说的 我一直觉得这事不太逻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人当然有可能改变的 我10年前的我和10年后的我想法不一样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 肯定是会变的 对 你看你也变得挺大 我变得挺大 对因为你说说我是怎么变了 我觉得我们认识好久了 我觉得你现在变得 哎 照黄爵讲话呀 他的分析可能不一定对啊 他说呢 这个慢慢的呢 他还又露出那个江南女子的那一面 就说越来越家长里短了 现在周迅 到哪玩呢 父母亲一定要在旁边 心里觉得安心 到哪去旅游 一定要带着爸爸妈妈一块去 而且呢 好像是更在意身边人的感受了 对 你是不是觉得你有这个变化 对 因为我其实 就是当然小时候自己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有几次 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 我在看那时候 他们给我拍的照片啊 或者是后来比如说老黄啊 就黄爵跟我说的那些东西啊 就我觉得自己 哎呀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我跟老黄打电话 如果我心情不好 我就会给他打一夜电话 我也就是可能喝醉了 我就觉得我怎么这样 你知道 但是其实心里边我是不想朋友这样的 对 你是不想朋友对你这样 不是 我不想朋友去 就是去遭我那个罪 那可是如果他遇到什么情况 打给你 你要听吗 我听啊 但是他 所以他就是爷们 爷们 对 但是他几乎不会就是 所以你理解 他不会跟我吐那个 我理解性格的不同 就是我 比如我 我永远不会给别人打电话 倾诉什么 永远不会 但是我也永远不要听任何朋友给我打电话 跟我倾诉什么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给别人打 也就不会有人给我打 那这其实是个性 这个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你知道他说这个让我想起啊 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就是一个老画家啊 他常常常常在英国生活啊 他一般在 我跟他们讲 就说我母亲的病情啊 我家里怎么怎么着 这不是跟好朋友在讲吗 哎 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讲 我觉得挺学这个教养的哈 他就说 就说这个场合啊 你一般自己母亲的这个事情啊 最好不要跟大家讲 我说这不是朋友才这么讲吗 他说你这样讲的 别人会有一个负担 他就跟我讲 是不是老外就会觉得这样 就说你掏心掏肺 把你的这个跟我讲了 会不会给我构成一种压力 压力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凭什么我们要听你这个呢 对吧 哎 你看他是另一套这个鬼犯 对 哎 可是我又觉得我们朋友之间好像不过这个 就是有点这个家人一样的 或者就是还是说这个中国人有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就是对吧 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 我就老你你你你 你虽然有家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老像是个这个四海为家 或者说无家可归的 那么个孩子他长的这个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他在鬼外 我不是说你出鬼啊 就是他在他在我们一般的朋友交往之道的这个 呃 鬼外 你就好比就是说 我就说你让他 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也算宝经沧桑了 但是他永远这个脸像孩童一样 嗯 然后呢 你看见他这个孩童一样的脸呢 你又觉得他经的那些都不是沧桑 嗯 所以这种人 他很少见到 你觉不觉得在朋友圈里 就变成大家觉得 哎呀 小薰啊是有什么招呼 或者打个电话 那那那都得宠着他 嗯 你说这 这玩意儿咱 咱这老仓头能活在这份上吗 他无非就俩事儿嘛 一个是倾诉 一个是倾听 是吧 就这俩事儿 亚东刚才说我在想 他说他从来不会向人说 我也从来不会 我从来没有任何事情 不是靠我自个儿想通的 那么我能不能听 我跟他有一点不同 我能听 你们谁来跟我倾诉 我愿意听 但呢 他有个度啊 要你那个倾诉一夜 我肯定走不了 一小时为戒 过去 现在不行 现在电话打不了一小时 现在电话十分钟就扛不住 现在你打长电话吗 现在打包电话周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对 现在很少 对 不想过去 过去因为你没有微信 没有这些这个短信功能 发个语音 过去都没有 你只能靠打电话 过去 包电话中 在很多影视剧镜头里 都是一出戏 这电话架子这儿 还坐着饭干什么 是不是 现在没有什么人 给你打电话 我电话根本就没声 我现在手机永远是静音的 那过去的人呢 朋友之间 该倾诉的日子早过去了 就像他们年轻 才有各种问题 我们现在能有什么问题 我这岁数 谁跟我谈感情问题 那个让我说 就是一句话就给毙了 你现在是问题少了 还是问题多了 比年轻时候 肯定是少了 需要倾诉的时间也少了 对 他现在也不会花一小时 跟人倾诉了 对 不是 他也有一样 我发现你倾诉的对象 也有一个让我们挺自卑 基本都是帅哥 我承认我外貌协会 但是我就是 就是每个人认定的帅和美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再帅再美 他要是没有这种 我觉得就是还是性格美丽 我是在哪看见过一点 就是说 俩男孩子挺帅的 走在街上 然后呢 突然有一个瘦小的小女孩 登登登 跑到他们前面 好像叫自己后来的女伴 你们快点 你们快点 快点 其实是在干嘛呢 其实 是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 小时候就是玩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现在 现在叫套路 对吧 就是 因为我们读舞蹈学校的时候 就是也是会 就是看到这个背影 挺帅的 我们就会跑到前面 其实是想看前面帅不帅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后面有三个女孩 我还有两个同学 对 然后那时候是北京 对 刚来北京没多久 对 然后那个 就前面一个老黄 穿 就那个时候还是那种 就跳舞的男孩嘛 穿破牛带裤 这种 对 然后还有他一个同学 那 就 就觉得 这俩背影 这么帅啊 对 然后他们俩就说 我说我来 我来 然后我就跑到前面 看一看 上来的就是说明 不错 你别看他像个孩童一样的脸 我觉得他见证一个时代 真的 其实就是说 今天的可能你的年轻粉丝哈 未必了解你的这个来处 就是实际上呢 就跟咱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年代 那么一路玩过来的 我对他有那么一种亲切感 你而且呢 你看他出这本书啊 好多这个导演呢 曹宝平也好啊 还有楼叶也好啊 甚至是许安华也好啊 我发现他们写的 都有一点 怎么说呢 对于今天拍电影的这种 非常专业化 上规模的方式啊 那种 有点埋怨 甚至是对于早年 就是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呢 就是一些年轻男女 我们在一起 白天拍戏 可能晚上去酒吧喝酒 可能这个戏 一部戏 没准几万块钱 就能拍一部 但是呢不重要 重要的好像 你可以说它是个电影 也确实出了一些好作品 对吧 但是好像留给当年的参与者 心里更多的 是一个 哎呦 那样的一段这个生命啊 就是你说是挥霍也好啊 你说是玩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小时候 我拍戏 就是 其实刚开始 还是比较 因为我小时候电影院长大的 其实那时候还聊起来 我说我没有读过电影学院 或者是什么 但是其实后来一想 我错了 其实比如说 我在电影院长大 我看的那些演员的戏 其实他们都是科班出身 等于是 就间隔了一个萤幕 等于我被 被教了嘛 那 那刚开始 确实是因为 因为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 那个年代 女演员胖和不胖 就根本不是 要说的一件事 根本不 不属于在讨论范围 就是你是多胖啊 或者是 你的那个 就是有 就是 不是一个讨论范围 但是现在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讨论范围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你唯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你的 专业弄好 对 所以我 我刚开始 就是说碰到 少洪导演是 非常 幸运的 他就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要管 就所以 就是说 你就好好演戏 对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是种下了 这个 种子 而且在我小时候 我达到了 不是说我达到 演戏水平有多高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比如说 我脑子里的 不管是肾上腺素也好 我的肌肉记忆也好 我的脑子记忆也好 就我知道 那个戏 到那儿的 舒服感 有自我感觉 自我感觉 这个是别人很难体会到 他自己知道 这个行不行 对 然后如果我现在 就是拍戏 如果我现在不到那儿 我就过不去 有自我感觉 而且常年累积 跟不同的导演 他有更多的叠加 就是说可能 我的肌肉的记忆 或者是我脑子里面的 那个情绪记忆点 可能越来越深 越来越 越浓